Lion聊四季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Lion 今天來看德國C隊對上加拿大A隊 這場比賽是國家盃比賽 那一樣這場比賽是B.O.我 總共要打滿三場比賽 先拿到三勝的人就已經可以獲得比賽了 好 那我們稍微講一下黃色的文明 黃色這邊是選擇了這個匈奴 匈奴的話在這張地圖來說發揮可能不是太好 因為這個是有海的 像四湖的地圖 打海彈要基本的強勢之外 而且防守來說也是需要的 而且匈奴是不需要蓋房子 所以防守來說只能用木槍 稍微會有一點吃力一點 那一樣是打馬攻路線會比較適合 不然就上城堡打騎士 那接下來看WP2 WP2這個文明在這張圖畫其實蠻熱門的 跟日本差不多 就是有這個捕魚 兩倍的裝載量 那有這個相攻跟這個戰毛兵的攻速加成 中後期還可以打這個鋼鐵 那個什麼 無知鋼 無知鋼科技 可以讓這個騎兵跟步兵的一個攻擊力 可以無視對方的防禦力 所以這個後期的打魯P2也是不容小看的 那這邊灰色 灰色是加拿大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紫色 紫色是伯伯仁 伯伯仁的移動速度特別快速 而且還可以打這個弱攻 基本上還算是蠻強勢的文明 再來就是馬舟單位還有15%的折扣減免 那一家部分可以直接打騎士 或者是打這個弱攻都OK 接下來來看這個義大利 義大利的話是可以出傭兵的文明 除了自己可以出之外 還有隊友也可以出傭兵 那最大特色是這個熱納爐手 熱納爐手的話可以打這個遊俠跟騎兵 還有馬攻單位都有這個無外傷害加成 是一個不弱的一個工兵單位 那接下來看一下這個加拿大隊伍 加拿大隊伍A隊 選的是這個薩拉森 薩拉森有這個弱炮戰船 這個攻擊速度20%加成 那弓箭手呢 也有這個對劍爐傷害加成 那這個效果在以前的版本比較強 那現在這個版本來說並不是特別強勢 那薩拉森來說這張圖 我會覺得他會比較難打一點原因 是因為他沒有經濟加成 而且又理得很近的關係 如果對方打一個早期進攻 這個經濟可能會有點慘 除非薩拉森靠個買賣 就比較會好一點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綠色 綠色是選擇了波斯 波斯在有海的地圖來說算是不錯的 因為他的TC跟碼頭的工作效率速度是有提升的 所以村民術跟漁船的建造術 或是戰船的數量都會比較多一點 波斯來說經濟也算是蠻不錯的 但是他這個經濟會好的原因是因為他村民 按得夠多 經濟才會好 所以波斯到了後期可以打這個 重裝駱駝 遊俠還有波斯攻兵 可以做個主力 好接下來看一下青色 青色這邊是選擇了瑪麗人 瑪麗人的話算是偏後期的文明 瑪麗人的話後期這個彪悍其實很強喔 前期的部分可能需要狗一下才能打到後期 好接下來看一下灰色 灰色是選擇日本 日本在四湖這樣的地圖是相當日本的 不管是單挑還是團戰來說 都是很容易看到日本人出現 那日本的話虎的部分 可以這個食物採集量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然後這個漁船 所以日本人吃薩西米喔 是非常OP的 那再來就是他可以打外加強弩喔 然後後面再轉一些日本武士喔 在前面硬檔 或是出這個擊兵也可以 或是直接打一個裝甲塔進攻也是OK的 並且日本的步兵喔 封建時代開始喔 就有這個33%的攻速加成 所以我覺得日本對 喔不是日本對 日本這個文明在這張圖來說 打法是相當多變喔 但是這些戰術也是蠻硬刃而已的 有可能你打這個裝甲塔 一個打不好就直接連帶隊友直接下去喔 都有可能 最穩定的打法也是打小攻的方式喔 就盡量不要去做一些太危險的事情 好那這邊日本文明這邊已經開始圍爆囉 哇這邊直接拉一條封鎖線了 圍的速度非常早期喔 那現在大家都已經點下了封建時代升級喔 那感覺左邊會搞出點事情來喔 好那這邊日本是沒有去開搞對方的一個碼頭的部分喔 反正是在後方穩穩的開了自己的碼頭 那紫色這邊馬 這個伯伯喔 伯伯這邊也是穩定的開 那這邊內加 外加的部分喔也是有開碼頭 那是開到對手家喔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可以用自己喔 去燒到兩家的一個捕魚的經濟喔 而且這個紫色獨享海月其實蠻爽的 自己吃到爽 這裡面的海豚還蠻多的 可以一直吃一直爽 後面還是蠻多錢的 好那這邊到了封建時代 欸這邊有沒有開打了 喔沒有沒有 好 WP5這邊下了一個軍營喔 應該還是很正常的射箭場開局喔 好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好那這次國家盃喔 前面的比賽應該再撥個一兩場就差不多了 那就比較期待後續的正式的主賽事開打 那最近如果主賽事還沒開打的話 我們就可以先回去播一些喔 天梯的一個精彩比賽喔 那我覺得很久也沒播了 可以回去打 播一下單挑 單挑還是我比較喜歡播的一個模式喔 好那這邊大家都上到封建時代 這邊選擇的是雙射箭場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配置喔 看他是怎麼打的 這邊應該是先五金喔 配個五金 欸這邊只有三金喔 欸OK啦 但他三金是蠻提早挖的喔 黃金上來說算像不多喔 所以待會有可能會斷這個工兵 這邊刺猴要來抓到一村嗎 直接反打 有機會反掉 欸再打一下就死到這個刺猴 差一點點 好上到封建時代的局勢喔 也是雙碼頭 還在出這個戰團部分來防守 但由於時代生的比較晚一點喔 第一時間漁船已經被燒個半死路火了 好那目前兩邊的打法都是比較正常的 那加拿大A隊這邊打的是一個萬里長城團圍的方式喔 這邊細節很很很多阿 這邊直接圍圍圍圍圍圍圍喔 你看這個隊友很多人已經連圍圍好了 那這邊有個大洞喔 要特別注意喔 這邊如果要繼續圍下去防守的話 這個洞要補一下 這個要補這個要補 然後這裡要補 那加拿大的話有人會說 欸有什麼高手 加拿大有這個 Hera Hera 應該是這樣唸的英文 Hera跟這個 Selene 這兩位都是加拿大的高手 常常和他們在那個10T上面 都打得蠻強的 這一次國家盃可以看到他們兩位合體 也是相當不容易的 因為Selene基本上是 像Viper他們的同戰隊 很少會跟Hera同戰隊 因為Hera是AN戰隊的 那像國家盃的話他們兩位合體 就可以看到他們有一些精彩的操作 但現在前面這個比賽 目前Hera都沒有出場 可能Hera覺得先讓隊友先練一下 練一下默契之類的 就像打這個私足賽 這個隊友都是需要徵招的 然後默契也是要重新培養的 所以我覺得Hera這個想法也是挺合理 或者是他們的戰術策略 培訓是有想法的 橘色這邊還以為已經要打不贏 結果這邊 自爆船炸了一波 沒有炸到太多單位 結果我這邊放個窄口 火戰層居然燒了回來 還以為橘色這邊是要放棄汽海 結果海上慢慢突然打贏了回來了 那這邊自爆船可能再出個幾艘 哇這邊捕魚船 哇靠Selene這邊有點太偷了 捕魚船可以抓包 哇這邊捕魚船可能就尷尬了 好那回到左邊戰線 左邊日本隊的日本文明這邊工兵數量有點少 WP圖工兵其實數量很多 那這邊赤銅敷打結果感覺是左邊要崩了 工兵數量其實有點少 但這邊羅袋繼續點射的話是有機會換回去的 好那目前WP圖拿上一個上風 德國C隊目前左邊是顯勝 但是後方 這個瑪莉還是繼續補刺猴 刺猴補的數量其實蠻多的 好那這邊可能兩邊不太敢繼續打 因為這個工兵血量太低了 好那日本 日本這邊工兵可能要再補一些 那現在這個情況 金礦是要趕快補 補到大概八到九人了 OK有補到九個人了 那這樣金礦的數量應該就是夠了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好那右邊的戰線的結果 橘色又被稍微反打了回去 因為他的碼頭剩下一個了 所以這個出船率就會變少 好畢竟人家是雙碼頭在出戰船 所以剛剛拿上了一波優勢之後 又被打回去了 好那工兵這邊一樣在做操作 這邊兩邊的工兵都是八隻 刺猴部分少了一點 好 匈奴這邊刺猴可能要小心喔 好那匈奴這邊是打那一架 那上城堡應該是打騎士喔 好欸這邊攔截 欸沒有第一時間攔截到 那這邊瑪莉要一直去追對方的刺猴會比較好 像這樣子喔直接追著打也可以 好那左邊這邊 兩邊也不敢直接硬撞 兩邊的騎兵都是前面跳恰恰 好橘色的戰團一樣再繼續燒了 欸這邊抓到一村嗎 欸呀看起來是這一村大難零頭啦 欸居然被了後來支援的獅頭擋住 哇這邊還是可以拿到 好這邊血量直接褲打起來 欸那這邊刺猴是有點下品種的很硬喔 我想說奇怪這個坦度不得了 好紫色是沒有品種的 好這邊砍一砍之後還是帶收掉了一村 哇很賺很賺 波斯這一波的肉麻進攻已經賺到許多了 好那日本工兵還在後方 好第一時間沒有過來拯救 刺猴在這邊追逐喔 第一時間看一下這個匈奴的位置 好工兵再拉了過來 這邊看到對手的工兵在這裡 就可以直接全部all in過來防守 這邊大戰應該是會等一下 達洛P圖都已經按上城堡時代了 日本這邊才剛點喔 時間上有一個一分鐘的升級timing 如果這個timing點打得好的話 這邊加拿A隊可能會被翻盤喔 左邊這邊喔 如果看到第一時間紅色上城堡時代 就要趕快立刻撤退了 好這邊直接褲打了起來 工兵這邊 好像有點尷尬 日本有點拉不太回去 好伺候的部分目前是 匈奴這邊拿到一點優勢 達洛P圖這邊也直接硬點上來 完了日本這波不能退了 這邊要趕快硬射對方的工兵 這邊工兵絕對是被貼光光 好移到了城堡時代 紫色上到城堡時代 紫色上到城堡時代 喔不是這邊的 OK 工兵只剩下少量幾隻 好 那還好 這邊幸好內加的瑪莉喔 這個有點下平手喔 非常耐抗喔 而且還有點下一級防擊攻 箭矢點都點好了 好 但是這裡 弓箭手還有11隻喔 上到城堡時代這裡 日本應該不會再繼續往前了吧 完了 你都已經升級慢了還要繼續往前嗎 這樣太嗨了吧 瑪莉這裡也還沒有升級喔 這邊再打下去可能會出事喔 這邊待會工兵一出來之後 就是連刺猴都可以秒殺的喔 好 這邊刺猴要抓一下這個升級timing嗎 工兵第一時間沒有補上 這邊來不及扣日本過來打 What 完了 這邊刺猴要送光 好 這邊點下了奴兵跟二級色升級 但是工兵這時候紅色已經變身成奴兵了 風圈手可以用這個數量壓制對手 哇 哇 瑪莉這邊這波上得不錯 把對手的工兵全部收拾掉了 那匈奴這邊的獅侯數量其實有點少 因為他這邊早就點下了城堡時代的升級 那目前內加部分有30秒的一個升級優勢在 看要不要再打個timing喔 也是可以喔 現在這個時間點就是timing打timing 只要自己有這個升級時間的優勢喔 就可以盡可能喔 去打到對方的資源點 那如果你的升級是已經落後的話 盡量就要說喔 像這個剛剛日本有稍微說一下 算保守一下 但隊友這邊是蠻給力的喔 不然這場來說都是要說到底的 這就是斯基利果 這個風向判斷要反應得很及時 好 那這邊弱嗎 還是很多 12隻 一到城堡時代點下星級兵 然後家裡補下駱駝騎兵 這邊要一個 一個打兩個嗎 紫色 這邊有點猛 這邊黃色的伺候跑到了家裡 那這邊 日本前線的弓兵應該是先撤到家裡附近喔 做防守了 OK有回到家裡 這邊他要處理家裡的一個內亂 這裡沒有職業為死的關係喔 對手還是可以隨便繞進來 左邊這邊 兩邊都是互相給壓力 那Slan這邊 薩拉森經濟真的是蠻差的 雖然現在海戰已經打贏了 但是阿森經濟依舊不是讓他很好過 那我覺得 現在打這個情況喔 德國C隊這邊要拿下勝利 似乎 有點硬的感覺喔 好這邊貼了過來 這個打一波 兩邊的血量弄掉得非常快速啊 新奇兵這邊第一次也上來 那後方有日本的這些村民直接拉出來也是突然被砍死 後方有補駱駝過來 那就沒什麼問題 應該這一波可以壓得回去 但兩邊的數量其實差不多 但是後方有打WPVTC 這邊如果再繼續打下去的話 這個刺頭可能會全部送光喔 小心點小心點 這工兵往後稍微拉打一下 好 哇這邊騎士直接硬吃 欸這邊不對喔 這邊日本要撤了吧 欸不對欸 欸在幹嘛在幹嘛 哈哈 都有斷兵啦 斷兵的情況下 沒有即時撤退啊 唉呀這邊可能會被吃掉一些工兵喔 點射點射 再點射 OK 再射掉再射掉 還有一隻 好 那目前橘色 由於沒有海上的優勢在的關係喔 這個經濟實在是太慘了 而且剛剛還是被土了一波村民喔 村民樹其實有點少 橘色 這個由於 這個沒有漁船喔 所以村民樹會很少 那這邊沒有魚的 意大利 大毀兵量可能會差蠻多的喔 這個時間1-90 就完蛋了 但是他內家的魚喔 肉量補了很多 這邊要全部歐盈給波波了 所以波波這邊先要1-2 那後面的意大利工兵是輔助喔 主要還是要靠波波 來當個主力來打 好但是 波斯這邊有大量駱駝 直接收拾掉了 波波的大量騎士 完蛋 這就是波斯很猛的地方 經濟太好了 那大家帶一隊波斯經濟是第一名 然後又可以出大量的駱駝 那是時候可以再轉一些騎士喔 但目前不需要騎士喔 但真的是需要駱駝就夠了 只要騎士能躺得住喔 基本上就是靠Selander的工兵喔 做解決 好這時候黃色匈奴也過來做 右邊的戰場打擊 但是看到駱駝還是要撤退 而且現在工兵也是數量不太多 欸這邊下面 義大利沒空好 OKOK 沒有這邊追擊 OK這裡有選擇撤退 好那這邊德國C隊 拿到了礦區的一個採奪拳 哇那這樣子對 德國C隊就有點希望囉 沒想到他們這樣打得贏耶 看起來好像有機會了 難道是加拿大A隊要輸了嗎 剛五摳零 哇欸不對欸 我突然覺得德國C隊是不是有點強 難道是我看錯風向了嗎 好 匈奴這邊還沒有點二級攻 品種跟二級防都點了 這個經濟蠻正常的 那紫色這邊是二級攻二級防都有點 哇這個勃勃折扣效果真的太好了 神輸了很多經濟喔 好那接下來兩邊就是一個3TC開農企 那目前加拿大A隊4加分數都在4200分以上 那目前德國C隊打偶批圖跟意大利 經濟都是偏慘的 那打偶批圖這邊經濟為什麼會那麼長 主要是因為他的這個工兵有一直出喔 也沒有很專心載呢 而且日本本身就有這個捕魚優勢載 雖然打偶批圖也有 但是這個魚已經吃完了 魚吃完了 所以沒有讓他精細繼續好再下去了 那兇的這邊捕魚是捕得更兇的 好 SLAIN的工兵數量其實非常龐大 哇靠50隻工兵 好中間 加拿大A隊所有的軍率聚在這裡 血量高達6470多滴 好這邊在GG前壓對手的一個金礦帝 哇這邊馬沒有碰好 哇德國C隊居然打出了GG 哇分數上的碾壓 這個是基本攻的優勢嗎 哇他 我還以為是一面倒 但其實德國C隊也有頑強抵抗住耶 稍微還能打一下 但是兩邊的外加工兵都是有點 數量有點提不太上來 那一大A這邊經濟更是慘 這個經濟實際是底部 四七隻村民而已 連TC都沒有看 那外加部分他也是很努力去騷擾 而且中間有一隊也是有打 但是被打回來之後 自己家裡的陸地上的工兵 就有點稍微落後 那導致右邊SLAIN加上內加波士 直接可以兩個打三個也沒問題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經濟 這個加拿大一隊沒有派入黑啦 也是打出非常不錯的一個比賽 那波波這邊經濟是不錯的 波波這邊是對手 這個是這個是那個 德國C隊 經濟還不錯 實物有了 一萬二耶 但波士這裡卻沒有那麼多 沒想到波波這邊經濟再好上一些的 應該全場經濟這好是波波了 那波波這邊反而是還好 馬力也是 反而是 加拿大一隊這邊的經濟都是蠻平均的 分數都不會有一個太太 太誇張的一個分數區段 那你們看這邊薩拉森的分數真的是很慘 經濟分數只有兩萬里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說 要強調薩拉森經濟會很慘 事實上他玩起來 你既然是順風喔 還是會很慘 就是這個原因 好 那目前波斯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畢竟他自己落頭也出很多 所以沒辦法專心的 經濟上輸對手或輸隊友也是有點稍微正常 但是波斯一個重點 是他的駱駝直接扛住右邊 即以是對方勃勃跟匈奴的騎士過來 波斯一個人出駱駝這個數量就可以扛住了 這我覺得相當精彩的一點 好 那我們這邊恭喜加拿大一隊獲得了一勝 那我們就繼續看接下來的比賽吧 OK 比賽來到第二場 德國C隊 對上加拿大A隊 那這樣比賽是阿拉伯地圖了 阿拉伯這場地圖的話 實力就是比較硬一點 就要選一種比較OP一點 然後經濟稍微好一些的 那這邊 居然有選老鷹鬼 哇看到有選老鷹鬼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紫色 那紫色馬扎爾 好這個肉 不是肉 這個肉馬 攻擊力會很高 所以封建時代跟城堡時代 可以直接上這個防律就好 還有這個品種 基本上就是一個成型的戰力了 那前期這個一級攻的一個優勢 可以讓他多出兩隻馬 也沒問題 基本上可以一直安一直爽 只要拿到優勢之後 偷到一兩村 這個馬扎爾的優勢 就可以繼續擴大 但本身馬扎爾沒什麼經濟加成 這是值得需要注意的一個細節 好 那再來是看一下橘色 橘色是這個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的話團戰是非常強勢的 不管是前中後期 都有一定的壓制力 前期的話可以靠工兵度過 後期還可以靠投車 用這個投石器 投石西科技 這個金罐 可以讓這個工程器 這個弱點的範圍變大 像什麼火炮啊 巨頭啊 投車的這個傷害範圍 非常廣大 好 所以以所見 外加我覺得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這個 黃色 黃色選擇波蘭 哎呀 是我最喜歡的波蘭 波蘭的話 這邊 這邊如果是那一家 都不能打太大 太大後期 但我看起來感覺 不是會打到後期的一個樣子 這邊可能前中期就結束了 這邊如果學波蘭的話 就是要速戰速決 不會想要跟對方打後期 因為波蘭是非常弱的 也不知道非常弱啦 就是沒辦法跟對方的遊俠拼比 畢竟他自己沒有遊俠之外 也沒有三級馬侃 打團戰來說的話 本來就會弱一些 單單挑來說的話 後期還是蠻好打的 尤其是沒有黃金的情況下 這個殘局中 波蘭的一個大漏馬 這個践踏能力實在太強了 通常可以用無黃金的狀態 去換對方有黃金的單位 這就是波蘭一騎兵最強的一個效果 這個效果的話也是偏帝王初起 會比較很好用 這個殘局沒有黃金時候 才會比較好用 那波蘭的話也是用他的貴族特權起手 去擰壓對手 然後這邊的話 大莊園的話 要怎麼撒一次個問題 因為 波蘭大莊園 在旁邊放農田的話 可以立即收成10%食物 但是他這邊大莊園的格數 是比較大一點的 那聖明樹會離TC遠一些的話 要這個防守來說的話 比較困難一點 好接下來看一下這個紅色 紅色選擇阿茲特克 阿茲特克外加的話 選擇來說我覺得算是 不會太差的選擇 但是工兵來說 並不是非常強勢的 因為他這個文明是沒有拇指環的 到城堡時代之後 很有可能會因為沒有拇指環 打輸對手 射速不夠快的一個問題 但是前期可以靠他這個強大的一個經濟能力 去做一個工兵上的一個補牆阿 或是多保險經濟出來 或是直接城堡不轉 不打工兵 直接轉老鷹 這些打法也都是有的 好那我們就接下來看一下下一個文明 那這邊我們來看到 現在拿到A隊選擇的文明是 維京人 那維京人這個文明最大特色是 工兵部分 是基本上全滿的 但是沒有這個拇指環 那以前的版本 維京人是有拇指環 那會比較強勢一點 欸這邊是怎樣 發呆七七四十九天 在幹嘛在幹嘛 欸 他打棒棒嗎 欸 欸怎麼了怎麼了 他不動了 哈哈哈哈 欸收村 嗯 欸 欸 欸 他 他怪怪的 別這樣 他現在按棒棒 欸 他剛剛在猶豫要打棒棒還是不打嗎 完蛋了 那你現在私必得打啦 那你私必現在打的話 現在出了也有點 慢了一兩步欸 哇 維京人這邊有點尷尬喔 居然失誤了 剛剛怎麼突然在掛機啊 是不是有點 設備上出了問題喔 可能在調整設備之類的 好 這邊打棒棒 OK 那如果是打棒棒的情況下 維京人的話 要到封建時代 步兵血量才會多一點 那只有這個血量優勢的部分 那我覺得維京人 在現在的META來說 並不是特別的好用 尤其是這個拇指環被拔掉之後 維京人的一個強勢之處 就被削弱很多 因為以前的維京人最強打法 就是這個 強弩啊 加上衝撤啊 然後再加上一些急兵喔 不是急兵喔 長項兵 再加上球長科技喔 去做一個正面進攻的方式喔 自從沒有拇指環之後 這弓兵就跟他賽了 一點都不強 打起來很容易被化解 頭車一砸全部死光 也有可能 好這邊居然是打三棒棒 三棒棒這邊打下去 維京人這邊 哇這邊升級還升不上去 植物點下去之後還沒辦法升級 這邊四兵還要再去暗村民喔 哇這邊感覺 我已經打成 活生生打成了個黑跳塵喔 如果打成黑跳塵的話 這邊工兵會太晚出來喔 工兵太晚出來的話 很容易就被射爆了 好那這邊綠色是選中國 中國的話打馬也沒問題喔 縱裝騎士駱駝 都是一個選擇 那到後期的話 可以打毒砲 串燒 但是這毒砲的話 就很少出現了 我們就不細講 好那我們就去看法蘭克 法蘭克是青色 那青色的話沒什麼問題 就法蘭克 大家都熟的 弱馬一定血量多 經濟好 那外加是瑪雅 法蘭克下面是瑪雅 那瑪雅的經濟來說是不錯的 而且工兵來說 有這個非常便宜的折扣 所以這個對抗一手比亞 應該難度不是太大的 只要這個金礦區 有像這樣子為好 基本上就是聖捐在握了 不會承讓他來去喔 基本上我覺得瑪雅跟一手比亞 是誤誤開吧 因為本身一手比亞 經濟加成並沒有很明顯 那但是瑪雅的工兵 有這個折扣的優惠 數量上來說 異多的話 不一定會輸給一手比亞 好 破蘭這邊壓力逐漸來到他的身上 要面對的是三隻棒棒跟一隻刺猴 後面還有一隻 是中國的刺猴在後面 想要跟圍巾的前方部隊 進行一個前壓動作 破蘭這邊要繼續按肉碼 這邊肉碼可能不能停 好 這邊第一時間收掉對方的刺猴 但是棒棒打這些肉碼的效果很好 欸 但是這邊吃到TC的傷害很尷尬 棒棒全死 完蛋了 我已經這時候還在封建時代 這時候阿茲的工兵已經開始出了 而且是雙射箭場 狂戰就是要雙射箭場 不知道要幹嘛對不對 然後再開始轉出22匹小弓 很標準的一個小弓開局 OK 那這邊阿茲轉出小弓之後 家裡趕快補射箭場 那這邊要按行的東西 應該不是小弓 而是要出戰毛兵 這個毛兵趕快點 然後這邊兵弓塔補完 趕快點一擊射 然後家裡再補一個射箭場 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現在工兵數量肯定是會爆殘的 而且可能會被控金 看這邊要補一個箭塔 防守一下也比較好 這邊稍微擋一下 細節細節 OK第一時間是按毛兵沒錯 我看到毛兵出來 赤猴過來直接解一下 好那這邊 中國 發生了蠻多的赤猴過來血防 但很明顯 我這邊已經出了大事了 好來看到下方 下方這邊 馬來亞也已經準備要出竅了 跟這個法蘭克爾準備要聯繫進攻 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這波前壓好像有點失利的感覺 這邊並沒有打出太大的優勢 好像基本上第一波送光了 不是送光 在這裡 原來是雙方互換家的劇本 但這邊可能會被打破一個洞 而且這邊去櫻蓋可能會死一村 退了退了退了 這不能櫻蓋 這應該會死村 哎呀還是死村 但被留進來也是很傷 後面弓兵雖然很多 直接痛擊了 但是伊索比亞家裡防守還不錯 這邊 箭塔也已經下下去了 回到圍巾這邊 圍巾這邊 黃金礦並沒有插箭塔 導致竹金直接被斷金 有點慘 那這邊也就只能出毛兵繼續打 那如果出毛兵的情況下就會有點尷尬 因為毛兵是對刺頭沒什麼太大傷害的 這邊再一個圍石 這邊打的其實不錯 哇但這邊木門沒有蓋起來 讓對手直接溜出去 伊索比亞的弓兵直接做個會合 圍巾這邊是選擇了把箭塔插在安全的木去 而不是保護自己的主金 那我也覺得這也是OK的 畢竟木頭穩定 也是一個重點 沒有木頭就沒有毛兵 也不能撒農田 那相對的就會變成比較被動一點 沒有黃金就只能出毛兵 毛兵就只能防守 你要去騷擾或進攻 都是有點困難的 這邊要來抓一下公兵大戰了嗎 有點像喔 這邊伊索比亞上了高地 馬扎也上高地 兩邊都是上高地 對抗 而且法蘭克現在是50滴血 那如果馬扎這邊補下品種 之後就有可能打得贏 對方法蘭克的刺猴 法蘭克的刺猴在初期是非常有用的 血量多的九滴血差很多 可以多坦這兩刀刺猴的傷害 那這邊 喔 又開打了 第一時間直接貼上去 但是沒有先抓到工兵的位置 這邊直接遠地開打 不要做無謂的移動 減少自己的奇兵的輸出空間 但是這邊馬扎的工兵 似乎拿上了一個上風 欸 好像是55開喔 兩邊的血量其實都蠻接近喔 但伊索比亞這邊血量稍微多一點 493滴 這邊再聚集一波 600滴對400滴 那目前很明顯 瑪雅的後面的戰線拉得太遠了 要來補單位有點遠 但伊索比亞跟馬扎的機率就很近了 這邊可能要先稍微撤退一下 好 那這邊 阿茲還在繼續出小弓 那維晶依舊很慘喔 雖然已經雙射箭場在出了 但是並不是出這個工兵喔 可是出毛兵喔 那毛兵就是比較慘 就是能被壓在家裡打 那這樣身為內家壓力就會比較大一些了 喔 這邊居然要收掉一村 哇 維晶這邊其實有點慘 真的蠻慘的 這個慘不忍睹 好 這邊工兵過來 想要直接硬吃這邊村民嗎 但是這邊有吃喔 在擋 好 瑪雅直接退到家裡防守 因為已經點下城堡時代 想要來保留一些工兵的數量 上到這個奴兵之後 就比較優勢一點 那伊索比亞通常看到對手退到家裡 明明兵還蠻多 卻沒有繼續前壓喔 應該是也知道對方要上城堡時代了 好 那波蘭這邊大狀人撒的蠻拖的 那綠色利用自己的伺候去拖延波蘭的一個阻力喔 好 想要來打一個東升級西 好 那這邊停下來一擊絕境 瑪雅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該做的事情都有受到了 欸 我發現這場好像是不是沒有Selan 欸 對欸 這場沒有Selan欸 欸 呵呵 黑拉也沒有出來 哇 看來是要來強化一下對我之間的默契喔 沒有把自己的大將門派出來 因為剛剛已經先拿到疑勝 欸 這邊 欸 看錯了看錯了 喔 不好意思 加拿大剛剛拿到疑勝喔 不是德國C隊喔 我剛剛想說上面比分怪怪的 好 好 那回到比賽中 那這邊阿茲 直接繞了兩家文明之後 跑到了青色法蘭克家裡的領地 直接肆虐喔 這邊法蘭克就意識到不妙 哇 這邊 綠色剛剛在燒喔 撲欄架的關係喔 並沒有掌握住外加紅色的位置喔 那當然圍巾也是不肯掌握住的 畢竟自己被困在家裡喔 沒有辦法去追逐喔 那這邊 德國C隊喔 直接聯合開打 這波進攻能打得下來嗎 喔 這邊中TC 稍微被箭矢射了一下 這邊工兵數量一點多喔 很難解 難解難分啊 好 這邊上到城堡時代騎士按下去 蓋一下TC 第一波肉馬直接進去想要硬砍村民 但是看到騎士跟TC音色的狀況下 這邊的赤猴也不太敢多換喔 雖然點下的品種血量蠻多的 但後方更多的 哇靠 這是什麼 哇 這個赤猴 喔呦呦呦 赤猴全部集結 那這個青崎兵數量也太扯了吧 哈哈 25隻肉馬 好幾千肉耶 好 中國這邊也到了城堡時代 清騎兵也升級好 現在方工兵直接一致排開 開始再輸出 這邊打騎士數量其實不夠 多少騎士有點被損失慘重 這邊還沒有再回頭想要包夾的動作 這邊要想要抓掉對方工兵其實有點困難 對方會一直繼續拉打 好 那升到城堡時代的圍巾 這邊也直接去開始喔 攻擊阿茲特克 那中間這波大戰 紅色的弓兵直接全部送光了 橘色以索比亞的弓兵 雖然還沒有全部消失 但是這邊要面對這麼大量的輕奇兵 看來也是 再減難逃了 好 這次不對了 哈哈 哈哈 我要思考一下這個成語 真的是有點困難 真的覺得中文能成語實在是很複雜的一件事情 好 好 下方的一個 瑪雅 紅兵數量還是很多的 這邊也是直接痛擊 伊索比亞的一個經濟狀況 這邊直接被迫拉走 欸 結果這邊打錯了GG 欸 為什麼 哇 維京這邊直接把阿茲的 兵全部吃掉了 哇 對手們打錯了GG 尷尬尷尬 德國C隊 我還以為這場還蠻有料的 雖然這一波中間大戰全部被殲滅掉了 他可能殲滅掉之後 科技上覺得又判不上去吧 但我覺得投的有點太快了 這兩場都有這種感覺 雖然很明顯這一坨工兵 瑪雅也是很難解決 而且剛剛也是殺到一些村民 所以導致伊索比亞村民只有38村而已 稍微殺了低了一點 但我覺得如果再後續打下去 可能還是有點機會吧 可能沒有到被擰壓的部分 只是稍微有點劣勢 畢竟自己TC開的玩 僅僅會有點差一些 本身軍隊來說也不會說差別到非常差異很大的一個地步 這就有點習慣了 這個投的有點快 可能對他們來說 這確實是苗花達的第一步 好吧 那我們就恭喜加拿大A隊獲得了第二場勝利 好 那我們就接下來繼續看第三場比賽吧 好的遊戲來到了德國C隊 對上加拿大A隊第三場比賽 那這一次 黑拉跟 黑拉這次沒有出來比 那只有靠Slan 一個人打兩場比賽 那我看到這場比賽 我覺得蠻奇怪的 這個加拿大其實 高手蠻多的 就是他們的實力比我想像中的 還要強一些些 因為印象中對加拿大的感覺 就是Slan跟黑拉 是完全頂尖的玩家 但其實他們其他的業餘玩家 或者是頂尖的玩家實力 也是不差的 剛剛看到上一場比賽 這個連動的實力 雖然這個藍色剛剛 RA有點雷之外 基本上其他的玩家們 這個實力跟Slan 實一實差不多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我錯覺 還是他們平常都在打團戰 我都沒有follow到 然後其實他們單挑 就只有黑拉跟Slan在打而已 也有可能 他們團戰實力 真的不輸單挑頂尖的 這些高手們 真的讓我有點意外 好那這邊看一下橘色 橘色是選擇庫曼 庫曼這個字樣圖的話 外加部分的話 不太好打 工兵部分可能會很難打 通常打外加的話 就要打青茶 不然就是直接打馬攻路線 打馬攻路線的話又有點差 因為他這個沒有三級色的關係 打馬攻到後面的話 勢必還是要轉青茶 或是轉這個遊俠出來 那我又覺得有可能 青茶部分 也有可能是打草原騎兵 之前有個很熱門戰術 是外加庫曼草原騎兵的一個戰術 然後現在這招比較少進 那就看一下德國會不會使用這招吧 好那來看紫色吧 紫色是突爾棋人 突爾棋人的話 那一家通常是打這個駱駝 不然就是打馬攻了 不太可能會打突爾棋火槍兵 突爾棋火槍兵雖然傷害很高 但機動性不夠 團戰來說是可龍被包抄掉 然後就直接一波帶走的一個單位 單挑來說 突爾棋會比較好用一點 那團戰來說的話 還是蠻看地形的 像這個競技場來說 突爾棋就不錯用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黃色 黃色是哥德仁 哥德仁的話前期來說 是盡量不要開戰是越好的 因為他到後期的這個折扣 其實很誇張 直接給你個六五折 步兵 好 那六五折步兵 可以省掉非常大量的肉 那只要省下很多肉 自己的肌肉好的話 基本上你的步兵一死 馬上會補上下一個 永遠不絕 都有這個步兵一直補上來 那哥德仁的話 我覺得他算是比較偏後期 前中期來說是很難活下來的一個文明 因為前期跟中期的經濟加成並不太明顯 很容易被有經濟加成的文明 用這個軍事上的數量壓制 而打輸 好接下來看一下這個紅色 紅色是西班牙 欸西班牙的話就不錯了 可以打這個遊俠還有西班牙征服者 那西班牙征服者在城堡時代 基本上是一個霸權的存在 打對方的馬功能騎士 實在都不錯 但是跳特別對方的工兵跟戰矛 跟射速夠快的情況下 還是可以打贏西班牙征服者 那西班牙征服者的話 前期還要趕去挖石頭 才可以產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一場的一個核心重點 是這個義大利隊 不是義大利隊 這個德國C隊 可能是想要打後期 這張圖確實打後期 也是蠻有優勢的 但是要能打到後期 這才是重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Selem緬甸 緬甸人的話是有免費的伐木科技 一開始就蠻 經濟就蠻不錯的 那這邊 還補魚 哇 這邊直接當 當有海有木再打 是不是 直接開始補魚 哇 那中間這個湖讓它開始補就蠻爽的 但是這個魚其實也還好啦 因為魚群其實不多 吃完的話大概也就1000肉左右 但是這1000肉也足夠 讓它可以升到帝王時代 那緬甸人的話 有這個強大的飛鏢奇兵 還有這個 奇兵部分 都可以打 那弓兵路線是比較偏弱一點 但是飛鏢奇兵本身來說 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單位 所以沒有必要去打上奇兵這個東西 或是弓兵 所以我覺得緬甸 這個文明很OK 雖然它是那一家 所以應該是會打這個飛鏢奇兵 而不是騎士的路線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這個 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外加的部分的話 比較容易會打一個 古拉姆開局 或是直接駱駝開 或是馬公開 都有可能 那在團戰來說的話 我覺得直接打駱駝就好 即使外加也是可以這個考慮的 或是直接轉古拉姆檔 也可以 但如果是要打古拉姆的話 會有點危險 因為古拉姆還是要蓋城堡 有時候城堡來不及蓋出來的時候 就很容易被對方的外加工兵給射爆 所以印度斯坦外加如果是距離太近的情況下 還是要下這個射箭槽 但在這張圖來說的話 是可以考慮出古拉姆的 是這個一個邏輯 好接下來看一下這個 綠色 綠色是選擇了達達人 那達達人的話 最大特色也就是馬公 免費的母子環跟安息人戰術 可以讓他的馬公快速的成形 好 那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會走馬公路線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藍色 藍色是選擇越南 欸 越南的話 就可以讓隊友們 讓這個戰毛病 升到這個帝王戰毛 那帝王戰毛的話 攻擊會比平常的戰毛 多加一攻 那越南的話 最大特色是射箭槽的血量 單位血量是特別多的 攻變血量可以高達40幾滴血 對方投射一發的話 是沒辦法直接打倒的 算是一個比較細微的部分 那後期還可以轉這個大象 420滴血的大象 非常的坦 需要研發這個金罐科技 才可以提升血量 還是銀罐 應該是銀罐 好 那目前大家打的方式 算是比較正常 好 好像都是打直層的樣子 看一下 欸 目前 欸 瑟瑞這邊是直層 沒錯 那其他兩架是打一個封建 出肉馬快攻的樣子 好 有在出 OK 對 看這個P數 就是要打這個快攻 哇 這邊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快 他直接野射箭場 當心海打 野軍營 好 這邊應該可以收掉一村 好 大家這邊回頭打一下 欸 完美 這邊割得很 經濟板就很差了 然後還被收掉一村 那稍微補充一下這張地圖 這個斜坡地帶 是沒辦法蓋任何建築物的 所以他們在這個高地的上坡中 你要完全圍死的話 就只能 各種圈地 然後把自己圈死 但是如果你圈太多的話 很容易又圍不起來 圍不起來又很容易有洞 有洞的話就很尷尬 而且你圍太多又會傷經濟 所以這個西地果 圍加跟出兵 還有經濟這個三者平衡點 是要怎麼拿進去 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好 那這邊 匈奴直接射箭場出了 兩個 哇 兵工場直接繼續前壓 我跟你講 他待會可能他在裡面 再拆很多箭塔 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有可能 哈哈 好 越南這邊經濟稍微看一下 欸 工兵 待會要再繼續配黃金喔 木頭先穩定 然後不斷肉 一級射待會再點一下 欸 這邊 點錯了吧 喔 對 點錯了 剛剛是點一級防 OK 一級射先點一下 越南現在有優勢囉 血量36滴血的工兵 稍微多一點點而已喔 真的是一點點而已 好 那目前的外加部分 庫曼是沒有出兵的喔 這是專心農 他可能隊友在Cue他喔 你就農 其他交給我們來辦 工兵一直都沒出 那這邊直接哥德爾被打到 壓在家裡打 只能出肉麻反手 呃 反擊喔 因為這邊哥德爾其實可以當馬國來打 哥德爾的話 馬國的話 城堡實在是不弱的 就是一樣都二個溫防都有 而且有品種 所以來說選擇性其實不差的 那如果是打肉麻的情況下 會不會有太多人在打 嗯 我想像 這邊紫色打肉麻沒問題 清騎兵可以自動升級 但是C棒這邊時候沒辦法挖得很安心耶 哇 我怎麼覺得被搞爆了 好 果然插箭塔了 哇 這根箭塔騎起來會很難受 好 這邊再收個一村 欸 相當細節 那目前加拿大A隊 直接擰壓這個德國C隊喔 但是這邊越南又在雷亞 哎呀 這位RA玩家 好像有點在搞阿 他怎麼一個人就直接上前阿 怎麼沒有跟他這個伺候一起往前走 哇 他剛剛上場也是類似的畫面 然後加拿大A隊的話 RA選手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這個細節的部分 沒有常常把這個兵控好 好 是個問題喔 好 這個經濟配置一些小細腳 可能還要再加強的部分 好 那這邊直接上來硬打 直接拉村民開打 但是這邊有箭塔優勢 而且這邊把小弓全部鎖在這個木牆的後方 這邊工兵可以原地一直輸出喔 甚至連村民喔 也可以直接射爆 這邊想要把木牆打爆直接進去裡面輸出 但有機會嗎 後面有村民在修嗎 沒有 這邊村民在發呆 好 但第一時間還有把這個細節做到 我覺得這一點是值得戰彈的事情 好 第一時間反應過來 把這個工兵 囤在裡面喔 這個是相當做得好 好 那這邊德國C隊第一波的進攻防守 並沒有拿到太大的成果 反正是讓加拿來隊喔 拿到了一個工兵囤機會喔 工兵數量有點多 好 那是這邊C棒已經上到了城堡時代 這邊有下4級嗎 喔 有下 這邊有下4級的話可以稍微考慮買賣一波喔 這邊插一座城堡 然後去把這個進塔給解決掉 然後守住主金喔 的一個做法 不然這邊現在經濟會有點慘 稍微看一下C棒的經濟喔 C棒現在經濟石頭300多 肉600 那這邊肉可以賣賣 木頭也是喔 然後直接買上石頭 會比較好一點 好 欸 GG 什麼 C棒打GG 還沒辦法還沒辦法 太快了太快了 太快了 你們才剛上城堡時代而已耶 雖然陣跟金塔真的是很煩啦 然後這個工兵也是一直繼續前壓 哥德爾 哥德爾也是沒什麼能擋的感覺喔 還在跟隊友擋GG 這個怎麼 這個 哥德爾C隊 不是 德國C隊有點像在打英雄聯盟的感覺 這種就是 FF15 一劣勢就15 完全沒有想要從劣勢抵抗的感覺喔 哈哈 他剛剛打GG 我以為我在看roll咧 傻眼 現在沒有很喜歡roll的原因喔 就是因為 大家就是以劣勢喔 就想投降 完全沒有那種想要從逆境中翻盤的一個 意志力喔 覺得現在的玩家們 跟以前的 風氣喔 完全不太同 以前的玩家們都會很努力喔 想好打完一場比賽喔 但是現在的玩家 就很容易 就是一劣勢喔 就不想玩了 就看完阿信來說 沒有像以前的玩家這麼好 不知道是不是我錯覺喔 還是大家也有這種感覺呢 嘖 我也不太確定喔 我覺得 現在遊戲風氣就是這樣子耶 很容易 一逆風就 就有人 就開始 就有人開始想要擺爛 但世界帝國來說 這個風氣來說 是沒有那麼明顯喔 雖然還是有 但是沒有像roll這麼誇張 roll就到 就是動不動 就一言不合就是 GG15頭 哈哈 那世界帝國就還好 頂多就是擺爛 然後不出兵 然後就讓對方任憑砍自己 大概就這樣子 還不會直接跳game 可能野團會啦 好 那Slan這邊緬甸飛鏢行過來了 看來就是要直接無雙了 那這邊西班牙復服人也出不出來 這邊西班牙也沒有買賣一步 石頭慢慢挖上去 哇 這邊要被砍死一村 哇 白爛白爛了 紅色白爛了嗎 不動了 唉唷 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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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終於買賣一波 哇 你早該買賣的啦 西班牙 西班牙這波買賣有點慢 哇 這邊還直接應該這個位置 這麼可能 這個還會吃到劍塔傷害 插這邊的話 村民這邊蓋是不會 是不會吃到劍死傷害的 好 哥德這邊終於上到城堡十大 騎士開始再出 騎士這邊能稍微擋住嗎 但是後面那個飛鏢騎兵很難擋喔 西班牙就是蓋房子就是快 城堡很快就蓋起來了 西班牙的話是全有幸運 全文明裡面蓋房子速度最快的文明 基本上跟他對蓋寶很難是很難蓋贏的 好 這邊飛鏢騎兵繼續無雙 工兵包圍住飛鏢騎兵 原地開A 攻擊速度快 傷害又高 但是這邊直接被神錄的一個結果 不太好 肉麻再過來補了一下 做一下這個飛鏢騎兵 唉 稍微擋住了這一波進攻了耶 哇 擋得非常極限喔 這跟城堡起來之後就已經這麼痛苦了 西班牙這邊3TC也開始開下了 其實經濟上來說沒有算擺爛喔 那還好 那個還好 沒有15頭 沒有15頭我就安心了 好 那 哥德爾這邊經濟也是想要慢慢擴張喔 但是這邊擴張來說的話可能會有點吃力喔 因為現在家裡中間這邊就有點難守了 而且對手這邊早就已經開到3到4個TC了 這邊 這邊 土耳其剛剛出了太多落馬 到現在才點一下城堡時代 那庫曼這邊算是一直在專心喔 那庫曼這邊算是一直在專心喔 但是打炸這邊也是沒有順著他的意喔 還是來過一個騷擾 那我覺得德國11隊最後的希望就是庫曼了 庫曼這邊早點上到帝王時代喔 打一波遊俠暴喔 可能還有機會喔 但感覺現在情況是不允許的喔 目前加拿大A隊也是去找庫曼做一些騷擾動作 那中間部分 庫曼居然還有在中間蓋碼頭出這個自爆船 然後來炸這個漁船 很有想法耶 好 洛曼這邊砍了一些打打的單位 那目前看起來戰打大A隊還是有一點優勢在喔 雖然感覺村民數是差不多的 但西班牙這邊感覺有點被痛擊到了喔 這邊吸針出來有點硬的感覺喔 連一隻都沒出耶 經濟室很慘 那他現在是要穩住3TC的運轉喔 絕對不能斷喔 他現在還是有點斷村民喔 肉沒有很穩定 但我覺得還是要趕快按吸針喔 吸針一出來的話可能會好一些 好 那這邊拖了去 上到了城堡時代 輕騎兵直接升級上來 而且還會多一個遠方喔 遠方直接2加2 很耐抗箭矢喔 好這波買賣一波 哇西班怎麼都在買賣了 他買了很多石頭喔 差了第二根寶 啊原來是要來賭這根寶 哇這根寶買賣一波可能也來不及了 直接要撤退了吧 因為肥鏢騎兵是可以阻止的喔 完蛋喔 肥鏢騎兵再上去形象你又收村 然後對方就繼續蓋 你這個永遠蓋不起來阿 哇西班牙的 石的城堡直接被A掉了耶 他沒有回收資源耶 完蛋 喔不是有回收喔 喔在後面不好意思 喔我剛剛看錯了 喔我剛剛想說奇怪這個 弱鎚跟肥鏢騎兵直接集火點掉了嗎 好像也沒有阿 哈哈哈哈 嚇死我 我想說直接被點掉應該心態就炸裂了吧 直接掃650石頭 好這個 城堡壓得很有戰術戰略價值 這個直接把西班牙的金給空了住喔 好啦結果得過C隊直接打出了GG 看起來也是蠻慘的 打打這邊也成型阿 馬攻速量也多 然後庫曼也沒辦法好好農 這邊經濟來說也是沒有到非常好 庫曼也只有84吋而已喔 上到這個地龍史丹好一段時間 然後西班牙這邊西陣也難出 出了西陣也有可能被緬甸控著打 那感覺上真的是沒什麼太大的機會喔 好那我們就恭喜喔 加拿大A隊喔 獲得了0比3的一個成績 那接下來看一下這個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果然是Selene我們的頂尖高手 拿到一個不錯的優勢喔 甚至比庫曼經濟還要好 那緬甸本來就有這個伐木科技的加持喔 所以基礎經濟來說本來就不錯了 但是沒想到能贏庫曼就有點讓我意想不到 但也很有一大原因是因為緬甸前期就有在捕魚的關係喔 但是庫曼也是有在做魚船騷擾 做這個自爆船騷擾 還有這個火戰船 那我覺得緬甸這個文明在傳染真的太強了 這個飛鏢齒一邊一出來 對方西陣只要數量不多 沒辦法用遠程打擊的話 很容易還是會被這個飛鏢洗兵全部吃光 好 那這一次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我們下一次的比賽應該還是會打這個國家盃喔 我們先把一些強隊的部分的比賽先播一播 那之後比賽播完之後 沒有比賽我們再來播單挑的部分 好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再來幫我按下訂閱 那也記得要按這部影片的喜歡 才會有更多的國家盃的影片出現在大眾的視野裡 好那我是Leo 我們就下次再見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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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